大家好 來關心天氣 那麼在星期一 溫度逐漸在回升 到了星期二 星期三 溫度可以說是一路的往上走 那這樣的一個上升的趨勢 到了星期五 北部東半部地區會有一些變化 而到了下一週 準備要過年了 會有另外一波的冷空氣在影響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星期三 星期四 這兩天 溫度的部分 北台灣高溫可以來到26度 但是早晚因為水氣量逐漸在減少 輻射冷卻作用之下 溫差會比較大一些 甚至在北部地區 都可以來到10度之多 早出晚歸的朋友 記得洋蔥式的穿著 做一些調整 星期五開始 在北部跟東部地區 因為有受到了另外一波 東北風增強的影響 溫度的部分 小幅度的下滑 高溫掉到大約剩下21度左右 但是早晚的低溫 不會再更冷 大約在18度左右 到了星期五 這個冷空氣 其實下半天就會逐漸減弱 中南部地區比較不受影響 六日星期一 則是另外一波回溫 溫度的部分 在北台灣同樣又可以來到26度 中南部地區上看到30度 但是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有些局部降雨的情況出現 到了下個星期二 另外一波的冷空氣 逐漸在南下 高溫的部分 北部東半部地區都會下滑 那可能來到大陸冷氣團等級 強度的部分 我們還會再幫大家來估算 那麼明天外出要特別注意的有什麼呢 注意到是空氣品質 未來幾天都比較差一些 尤其在高坪地區 有出現紅色燈號提醒 星期四星期五 中南部地區也出現橘色燈號 敏感族群外出多加留意 目前看起來 高氣壓持續的往東邊來移動 台灣附近吹比較東風到東南風進來 東半部迎風面 偶爾有些短暫的飄雨 但是各地的溫度都持續在回升 西部地區則是要注意早晚的時候 有些零星起霧的情況出現 晴朗的天氣星期三星期四 這兩天都還不錯 但是到了星期五 另外一波的封面通過之後 會有一波的短暫降雨 在北部跟東半部地區要多加留意 來看到各地的詳細預測了 在北部地區星期三 五間的溫度可以來到23到24度 溫差逐漸拉開來 中部地區同樣五間 高溫可以來到27度 那麼溫差可以來到12度之多 那麼在南台灣高溫的部分 則是在26到29度左右 要注意到的是下半天開始 空氣品質會比較差一些 敏感族群外出一定要多加留意 而在東半部地區降雨趨緩下來 但是高溫的部分往上走來到25... 電影票都買好了 應該還得及吧 到了20度 但是金門馬祖要留意 有局部起霧的情況 航班恐怕會受到影響 小丁寧再次提醒大家兩件事情 西部 外島 層間 會有局部起霧的情況出現 在行車的部分也要注意安全 另外航班受影響的話 多注意相關資訊 早晚的溫度還是偏涼 低溫在15度左右 穿著上面做好調整 我是陳志根